WOW, WHAT'S UP GUYS, MR. YANG 今天又素眼,剛剛洗完澡 今天又想要跟大家唠叨一下聊一下 我在美國住了20年 很多人可能會好奇就是 美國的種族歧視到底有多嚴重 然後順便也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哪怕你是大叔 也可以變成小鮮肉 一瞬間,OK,開始吧 剛剛洗完臉 我現在沒有戴隱形眼鏡 每次拿掉我的眼鏡 真的是啥都看不到 先戴一下隱形眼鏡 有沒有看到500度 I can see the world WOW, YEAH 首先先說一下 我那時候剛到美國的第三天吧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天上學 就被那個老外老師用棍子 真的是從頭這樣啪 那時候真的是連哭都哭不出來 就是第一次讓我感受到 會被歧視的這個事情 首先不會英文嘛 所以就一整個很難受 被他打完的時候 旁邊還有一些同學 然後跟我講說 Oh you don't speak English You're such a farm 這個詞其實在美國是很常見的 就是FOB Fresh off the boat 就是指我們這種 剛剛到了美國 然後又不會英文的人 我那時候很小 就被人家欺負 被人家歧視 這個是我自己的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件事情 你說種族歧視在美國嚴不嚴重 其實還算挺嚴重的 我們亞洲人來講 在那裡其實真的很不好過 OK 但上一次我沒有講到就是 一旦上了年紀 我們的這個脖子一定要保養好 所以我會用這個 natural by CC 一個人上了年紀 如果你不保養好你的這個脖子 脖子是很容易看得出年紀的 我發現脖子真的是一個很少人會去保養的地方 如果你不保養它 就會有一種很無形 讓你看起來很閒老 我現在素顏了 其實皮膚還算挺好的 保養這個秘訣最重要的就是 心態很重要 心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一天到晚覺得自己老 千萬不要看著年紀做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哪怕你40歲你也可以活得像一個25歲一樣 Age is just a number Believe that 現在呢就要插隔離霜啦 因為我記得我天天會在操場 就跟我的同學們打球啊什麼 然後呢經常會有一些黑人啊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會過來踢場 拿了我們的球啊 就是丟了很遠很遠什麼的 其實我們基本上每天都會摸摸鼻子就算了 但是我記得有一天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我站了起來 跟那個黑人對抗 我就跟他講了一句話 我就說 Don't do that 那想起來肯定會覺得有點少 但是當時的我是英文不好的 然後我有這種檔量去跟他對抗 他肯定沒有害怕 然後就跟他稍微的揍了一頓 揍完就覺得哇自己好難受 那隔離霜也插完了 你看氣色馬上變得好很多對不對 真的變得好了很多 然後就開始要化妝了我 用這個 Dr.G The BB Cream Blemish Balm 嗯 你看他好舒服 其實我真的沒什麼眉毛耶 Care Mill 然後現在說就是我長大後來在美國工作的一些經驗 美國那些大企業呢 英文叫做 Corporate America 在美國很少 你會看到很少大企業會有亞洲人的CEO 所以其實頂多呢 就是到一個Manager 但是你不會比Manager還更高 有些朋友啊 會建議我 一些過來人 會跟我講說你上班的時候 Keep your head down 什麼意思就是 一定要做事低調 不能太搶風頭 因為一旦那些就是美國人啊 就看到你太厲害 或者是太搶風頭的話 他們就會想辦法就是整理 或者是讓你被人家fire掉 所以其實在美國工作呢 就是有一個心態 就是求穩不求多 千萬不要太貪心 說真的我是覺得 在美國真的其實沒什麼出路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想要去美國 就是想要找機會什麼 其實在那裡真的沒有機會 我現在很多跟我一起去美國的 現在已經20年之後 沒有幾個是有一份很穩定很好的工作 哇有眉毛跟沒眉毛真的是差一個天一個地啊 天啊 天啊為什麼上面都是 全部都是雙眼皮貼天啊 天啊我在幹嘛 差點忘記沒有補眉粉 就一點點 我跟你講你們在畫眉毛的時候 千萬不要動來動去 就眉毛這樣動來動去 就我以前不懂的時候 就畫的時候一直這樣 然後畫完結果就 包青天一樣這樣 OK 畫完眉毛 哇 我的天啊 OK 畫完眉毛就要貼雙眼皮貼啦 OK 好 我以前在小學的時候呢 我媽媽都會幫我做飯吃嘛 做飯然後讓我帶去學校 我帶去學校吃 吃的時候都會很多外國人過來看 喔 喔 喔 那種很嫌棄的眼神 就看 就這什麼東西就很奇怪什麼的 所以久而久了我就懶得解釋 所以其實 我經常說我在學校其實真的是很孤單 其實也是來自於被外國人歧視 所以我吃中餐的時候 我都會拿著我媽媽做的飯 然後拿去一個小獎肉 然後自己吃完就算了 因為我就很怕他們走過來 然後問我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每次過來就喔 我都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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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 要修飾一下 經常在美國逛街 在街上的時候 就很妙 那些老外呢 一看到我們是亞洲臉 他們很喜歡說 喔 你好 如果你沒有打算一直跟我用中文聊天 你乾脆前面就不用跟我說一個 你好 你好 其實你就可以跟我很正常的說 好low就可以了 而且那種感覺真的會讓我覺得很尷尬 修容已經ok了 我不用太深了 因為已經 臉已經夠瘦了 對不對 為你是金尼啦 現在就是要畫一下這個 鼻影 這個鼻頭肉 比較多 我有一次逛街 我跟你講 我在小跑步 在街上 然後突然看到一個老外 然後突然他就伸了一隻腿出來 想要把我踢倒 你知道嗎 如果你沒有出國過 很多人會覺得 哇這種事情真的這麼誇張 真的會發生的嗎 在美國真的是經常會發生 所以還好我就躲過 要不然我是真的就 就不該在地上了 就是在美國經常會聽到黑人被欺負什麼的 都會在新聞上 說真的 我們亞洲人其實是更可憐 因為我們被歧視 被欺負的地方太多了 基本上是一個就是很日常的事情 而且我們沒有取到讓我們去發洩這些事情 連美國新聞都懶得抱 就是我們的這些苦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才是真正的被歧視的受害者 畫完這個鼻影 這個鼻子現在很ok喔 今天用這個 Cristian Dior 口紅這個東西很多男生可能不知道 你不能塗外面 而且你塗太多的話 你整個嘴巴都紅紅大大的 香腸這樣子就不好看 所以一定要一點點在唇內 然後抿一抿 就很自然很好看 我這個妝已經差不多好了 對不對 ok 現在呢 先吹一下頭髮 要嗎 Losalamiya Losalamiya ok 吹完就 really good啦 然後稍微分一下界 分一下 就這麼簡單 你的頭髮喔 把根部吹直 就其實已經很好看了 ok 已經那個形狀就 很容易就會出來 ok 不過你也可以用這個啦 這個Badhead也是Badhead的 這個是乾的 然後就可以直接噴 這個東西噴完呢 你頭髮就會跟著你的手 那頭髮還是要噴一下啊 就是還是用這個 PPT啊 先把它撩起來一點點 然後噴 用手用手 不要用梳子 然後旁邊啊 把它抓一點點 往後 就有一種飄飄的感覺 就這樣 我的臥蠶 CALL YOU MY EVERYTHING CALL YOU MY BABY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uns my world 我真的 我覺得我很幸運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平時身邊也很多外國朋友嘛 而且他們都是很好 不過在美國有一部分的老外 確實就是充滿歧視 充滿嫌棄 特別是我們這種亞洲人 那當然就是我今天說的東西 不代表就是美國所有的老外 但是 然後如果今天你要出國讀書的話 那你也要聽我剛剛說的 因為我讀書的過程中 也是受到很多這種歧視啊 被虐的這種感覺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些經歷 我現在當了英文老師 我就會很想要鼓勵 就是我們國內的人 說英文的時候 哪怕有口音 那是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 我們的口音是帶著故事的 That's what makes us unique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啊 就是在美國的時候 我家人呢 就希望我不要再講中文了 因為歧視這個事情 然後就叫我就是多講英文 可以有他們口音什麼的 現在長大了 我相信他們也把這個概念完全打掉 因為我們的口音 是代表著我們的故事 我們永遠不要忘記 我們是哪裡人 口音是代表 我們的一個家鄉的一個故事 OK 那今天就 先這樣囉 那我們下次再聊喔 那我們下次再聊喔